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10日 今天是复活节假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都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大湾区 也是推广大湾区的物业 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大湾区里面 买楼要付茶钱 你看到了 看到大湾区里面 其实来说 为什么会有给茶钱 这件事 给茶钱又付多少 我这个就在一年前 我们做惠州楼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一些销售都跟我们说 他说你想买一些物业 好像我们在惠州里面的 惠城区 要付茶钱 我们今天就刚刚 有个朋友给了个短讯 深圳那边 那就是深圳的房本局 就说要压抑 那个炒楼价 那就会是 因为有些 的现象出现 那我们为什么来说 我们的资金 都是 每天都贬值着 所以追逐着资金的时候 国内朋友 亦都 开始 疫情 稍微减却了之后 就武汉通关 那些人流物流 基本上都可以 互用 亦都多了人 去增持 资产 那我们看回来说 就是 那我们说 给茶钱 那给茶钱是怎样呢 令政府要出招 去压抑 这个活动 那大家知道 茶钱来说 就是我们 早年香港 ICAC 给茶钱 不合法 国内也是 不合法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出现了呢 那我们看回来说 就是 最近 深圳的南山 南山住房局 亦都是 通过一件事 是打压 或者打击 这个 给茶钱 如果我看到来说 下面有些 项目 就是可能深圳 近来是热卖的 那一拿出来 已经卖了 卖了的意思 可能是怎样呢 因为国内的 房地产的 那个价格 要一个备案价 备案价来说 亦都是按国家的标准 不能够超过备案价 形成了 为什么会有给茶钱 或者那些人 买家 那么傻吗 香港就说 要回涌 才会有得 买的 为什么国内会有给茶钱 而给茶钱的幅度 大家可以看到 由三十几万 到一百万 是不是这么夸张 大家可能未必了解国内的国情 我们之前来说 我们都感觉很诧异 为什么会那么诧异 就是因为 避案价 是低于一个 二手价 如果产生一个幅度 就是二手价 可能升到 一间楼 在南山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简略简介一下 一个楼盘里面的 116方 他的银码 是 1120万 即是 10万元一方 但是给茶钱 给到 100万 而89方 三房 去到 都是 八百多万 但是要 10% 要给 85万 的 给茶钱 另外一些小单位 去到75万 那么这个现状是 怎样呢 在南山区 我们看回这个 楼价 其实来说 因为避案价 大约是 10万元一方 即是1万元一尺 但是可能 地区的 二手价 都去到 13000 至 13000 至15000 一尺 即是换言之1000尺来说 可能去到 大约是 13000 至14000 而 随分有征 买家 没理由 给100万 如果计算成本 和加上 给茶钱的成本 买家也有好处 你1100多万 再给100万 成本 都说是 1200万 而你买二手楼 都说是 在买1300 至1400 的话 另置一些 我们叫做 追求利润 或者追求差价的投资者 会是 做这个动作 大家知道 茶钱是 是我们的桌底交易 或者走后门 是 不合法的 所以深圳 就开始 打压 用了些措施 你看到深圳近来来说 楼盘都是 一秒钟 或者几秒钟 遥耗 整个楼盘清晒 这个清晒的目标 是什么意思 当然清晒就可能发展商因为备案价 而低于二手价 他一 形式上说开盘 转过头 他自己说 他意识上来说 因为他见到差价有几百万有20%的差价 所以他们一开盘 形式应付政府 跟着来说 他在那些丑 或者什么 在后面 就会是 有收回 差价的茶钱 其实就等于差价 没意思 就不是说可能是 中介去卖 去什么 其实是发展商 对冲的成本 这个现象来说 也不是深圳的 其实来说 我们做 做惠州楼的时候 都 看到这个 经常的一个常态 那我们看回来说 其实惠州 我们哪里会见到呢 惠州我们当然 不会是 惠东 惠阳 会见到 是在惠州的 惠城区 惠城区 就是在江北 或者在金山湖区 其实他 普遍的 都很普遍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走到去 就算我几年前去 惠州的 金山湖区 我问他当地 有没有 扭卖的 当然有示范 单单位 亦都有销售 封心 亦都是一个正常的 楼盘销售 但入到去里面 全部都说 我们已经是 卖了 新一期来说 就麻烦你 登记或者是 预留一些 叫做成义金 大致来说 我们知道 这些这样的形式来说 基本上买不到 而惠州来说 他本身来说 有一个限价 亦都 够为死 所以来说 在惠城区来说 其实来说 惠城区 很简单 他卖的是 12000元的避孕价 而他 二手价都 卖到 17000至20,000 而很多的 就算是 做官 有些销售说 那个是做官 都买不到 保里的 这个是金山湖的 当然买不到 因为没给钱 那么他们 他们也是 一个通俗的 惯例 亦都是叫做 给茶钱 给茶钱的 幅度是多少呢 你要想买到的话 基本上如果是大约 是 两百多万的 你要付三十几万的茶钱 那茶钱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二手价来说 卖的是 15000至17000元 现在我们卖的是 12000元 相差来说 有3000元 那就是说 3000至5000元 那就是说 那个茶钱幅度 就在 这个 二手价 和一手价 相差的 之间 有个折扬 亦都是这么说 不是说 你给茶钱 就会 买到楼 在这个 是韦州那边 所以来说 我们看回 整个大湾区 我们香港朋友 一定 不明白 这些 为什么 在网上 或者看到深圳楼 突然间会卖完 因为当地人知道是 好东西 亦都不会拿到来香港 买的 所以来说 我们很幸运 我们的楼盘 就是在 金山湖区 那我们都是大约 一万一方 那我来这个 这个是 金山湖的CPD来说 大约是 十分钟的路程 但是楼价来说 是相差 是差不多两倍 那 亦都是 在金山湖区来说 你说给茶钱 还要是 都未必买到的 好像保理个项目 那样 保理天园 所以来说 我又这么说 就是说 我们解释 一些国内 当地人去买的楼 是怎么买楼 居然可以 给到一百万的茶钱 那我们 回来说 亦都是 看回 卫城区里面 你见到 是万七到两万 就是这个 给茶钱 给茶钱 就是要卫城区 如果是坊间来说 你自己去卫城区买楼 我们的核心区的话 其实基本上 是买不到的 香港人 如果是深圳来说 我们说是南山区 南山区就是 刚才说的 备案价 基本上 大约是 10万元一方 其实是 周租来说 可能在买 15万元一方 所以 形成了 都是一个 给茶钱 这是一个核心点 来说 所以国内人来说 其实物业 那个价值来说 不便宜得 香港 如果在卫城区来说 一个大约一百方 或者是百六方 其实来说 价值 大约是 现在大约三百万 左右 如果你在 广州的 珠江新城区 其实都是 过千万 如果 深圳的南山 普遍来说 都是过千万 因为国内的 价值没那么小 香港的价值就会小 但国内的价值 通常来说 大约是 都是叫一百方 八六方以上 那我们就 在这个机会里面 亦都分享到 国内的国情 买楼的国情 亦都 我经常说 隐喻一些 我们几年之后 我们香港的 购买力 是不是真的 还可以买得 这么便宜的楼 那我们 今天的分享 就向这里 那我们 在 我们行下来说 我们在有个 website website里面 其实我都载了 我们最新 我们的 YouTube上 上载的 片 业务分门别类 那另外 Facebook 和WhatsApp WeChat 亦都可以联络到我们的 亦都我们 迟些会做一些 专题的分享 用zoom的 那里是 横跨地域的 那 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多谢大家